达吉睡前有个坏习惯,让商骤王痴迷不已,如今女子却不敢效仿。 点个订阅不迷路,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当我们提到苏达吉,大多数人会立刻想到一个霍国殃民的狐狸精形象。 他因为容貌美丽,受到骤王的宠爱,骤王沉迷于后宫,忽略国家大事,最终导致了商朝的负面。 然而,苏达吉进宫时,骤王已经年过花甲,见过了无数美人,那么苏达吉有何特殊之处,能够赢得骤王的全部宠爱呢? 据传,苏达吉进宫后,骤王几乎每天都特别宠幸他。 这是因为苏达吉不仅容貌出众,还散发着迷人的香气。 原来苏达吉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吃很多甜食,古代的甜食都是用天然食材制作的, 不像现在的甜食加入各种添加剂,所以当时的甜食保留了原材料的清香。 也正是因为这个嗜好,骤王认为苏达吉身上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对他格外宠爱。 苏达吉因为每天食用大量甜食,嘴里和身上都弥漫着甜甜的香气。 对于经常领兵作战的骤王来说,血腥之气早已司空见惯,尤其像苏达吉这样的甜美女子更是少见。 这种新鲜感自然让咒王对他格外宠爱,每天舍不得离开。 然而现代女孩们并不愿意效仿苏达吉的做法。 一方面是现在的甜食已经不再天然,另一方面,现代人追求苗条身材,而甜食又是导致肥胖的主要原因。 况且,晚上食用甜食不利于消化,容易导致发胖和暴斗的风险,这与追求美丽的初衷完全相悖,所以现代女孩们不会效仿苏达吉的行为。 自古以来,被后人称为狐狸精的历史人物不在少数,苏达吉正是其中最具争议的一位代表人物。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行,历史学家们发现真实的苏达吉并非如书中所言,其实达吉姓吉自达并不是苏家人。 他被后人称为苏达吉是因为他生于一个苏式部落,而这个部落的图腾正是九尾狐,这也是后来达吉被称为狐狸精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年的昼王帝心能争善战,一路杀到苏式部落时,部落首领为了保住小命,不得不向昼王献进金银珠宝和妙龄女子。 达吉便是其中一位,达吉并非一个毫无野心的女子,他深知昼王沉迷于肉欲的弱点。 他知道,昼王对他的宠爱已经超越了国家的利益,政务因此被搁置一旁,于是,他利用昼王对他的迷恋,将其引导至纵欲淫乐的境地。 昼王沉迷于达吉的美色和放纵的生活中逐渐丧失了明君的风度和智慧,政务的荒废和朝廷的堕落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结局。 然而,这并不是达吉单方面所致,他只是昼王沉溺的一种催化剂。 达吉的聪明和机智让他在宫廷中游刃有余,他巧妙地掌握着政治的玄机,他了解如何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昼王的爱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不断提升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和权利,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成为昼王的宠妃,他渴望掌控更多的权利和资源。 然而,命运最终对达吉不再宠爱,随着商朝的衰落和民众的不满,一场反抗暴政的起义叙事待发,仍开始将达吉视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将他与商朝的灭亡联系在一起,达吉成为了众矢之地,他的美丽和聪明变成了他最大的软肋。 事实上,周王荒淫残暴的性格在打几进宫前就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商周王刚刚上位就加重了税收,并且推行各类酷刑,甚至亲自创造了一种叫做袍洛的刑法,就是在同志的柱子上涂满油,并把柱子架在炭火上,然后让犯人在柱子上行走,供人观看。 犯人们最终都会因为柱子温度过高,难以忍受,而掉进炭火中活活烧死,行刑的场面十分血腥残暴,但周王却像看节目表演一样,看得津津乐道,甚至不惜将酷刑用在朝中大臣的身上。 当年周王看中了酒后女儿的美貌,决定那其为妃,但酒后的女儿并不善阿谀奉承,很难讨得周王欢心,周王一气之下迁怒其父亲。 不惜给自己朝中的重臣除以海刑,也就是将活人剁成肉酱,不仅如此,在未后期,商周王亲小人而远贤臣,因而失去了大量人心。 再加上,他贸然征伐东夷,导致兵力过度分散,后方空虚,周人也对他背信弃义,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逐渐尖锐等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商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在各个影视剧和小说中,苏达吉的形象都与民间流传得非常相似,风神演义中他乃苏护之女,苏权忠的妹妹,后被献给周王病适以美色诱惑,作为一枚棋子出现在历史中。 受宠后,他热衷于观看各种酷刑,周王为了讨好他,不断施虐且不理国事,导致民不聊生,尽失人心,最终走向了灭亡之路。 因为商朝的灭亡,苏达吉一直被看作狐狸精的代表,现代人通常用狐狸精这个词作为贬义词来形容非常有魅力的女性,但狐狸精一词的起源是非常古老的。 关于狐狸精的起源,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在远古时代,狐狸曾作为一种图腾,受人敬仰,而后人们认为狐狸能够修炼成仙,并且具有作怪变异的能力。 吕氏春秋和吴越春秋都有相关的记载,狐狸能够幻化成人形,嫁人为妻,后来到了唐朝,狐狸精一词正式诞生,太平广迹中的《狐神》中有描述到,唐初以来,百姓皆是狐神, 当时人们口中流传着一句话,无狐媚,不成村,至此,狐狸精正式演变成为有狐媚子之意的贬义词。 另一种说法认为,狐狸精来源于努尔哈赤和黄太极,当时努尔哈赤为了更好地成为民军来治理国家,决定派黄太极去民间体恤民情,深入地了解百姓们的真实生活。 一天,黄太极来到一家位于闽南的妓院,里面的男人都对阶纪女喊道狐狸精,狐狸精。 黄太极就意识到,狐狸精一定是用来形容一个女人妖媚美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那帮人喊的是给你亲,给你亲,只不过说的是闽南语, 所以听起来像狐狸精,无论真相是哪种情况,狐狸精后来都演变成了勾引男性的妖媚形象。 现代人们会把小三称为狐狸精,因为它破坏别人的家庭。 古代,人们会把魅惑帝王的女子称为狐狸精,因为它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危。 纵观历史,有许多统治者为了美人而荒废政务,沉迷肉欲,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败和自身的负面。 他们或许爱美人胜过爱江山,被红颜所迷,无法自拔。 然而,爱情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病态的情感,超越了正常的范畴,成为了一种致命的诱惑。 美丽常常伴随着危险,这是人们深刻认识到的道理,追求美丽是人之常情, 但若过分沉溺其中,不顾一切的追逐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美丽如同玫瑰花,虽然芬芳动人,但也带有刺,警醒着我们不可盲目追求。 因此,对美的追求应该有度,要学会掌握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不被其左右。 只有在理智和责任的指引下,美与爱情才能真正成为一种益处,而非祸水。 关于妲己和昼王的故事,给了我们不少启发。 不管是历史传说,还是影视剧,都不一定能还原真实的历史,观众们要有自己的思考,辩证看待历史人物的形象。 包四,苏达吉等那些在历史上被称为妖孽的女子,或许只是一些普通的在乱世中挣扎的悲惨女人,只因涉入帝王家而背负千古骂名,作为看客。 我们要时刻保持理智和清醒,不要被刻板影响所误导。 作为女人,更要时刻爱惜自己,保护自己,科学饮食,不为讨好他人或追求潮流而误导自己。 我们可以对美丽充满期待,但同时也要保持理智和克制,不要沉溺其中而失去自我。 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的责任是执掌国家大权,保持政治的稳定和发展,若过度追求个人欢愉,忽视了国家的利益,必然会导致灾难的降临。 达吉确实是个蛇蟹女人,但是有些事情不是达吉所为,像剖腹验胎,断腿验碎,都是子虚乌有的。 五王级发咒成功以后,将商朝灭亡的罪责归于达吉,并将他处死。 对达吉来说也是冤枉,因为罪魁祸首是咒王。 如果达吉不对咒王献媚,他可能活不到商朝灭亡就早死了。 或许我们不要用小说中的描写来看达吉,应该尊重历史,从正史当中寻找历史人物的真相。 感谢观看达吉,并将他编�史有的合理。 绮助达吉,并将他编维下写头。 要不要用小说中心,误不关是尊重的并且说中心。 不关心,通行与点,在现在事情会更有过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